早安各位現在是早上的5點半 那我等一下要坐車去這個沐萱飯店 到了沐萱飯店 好 我們 快遲到了我們趕快進去 我今天忘了帶三走出門 看到沒有 大唐盛世分會 好長的走道 到二樓去 看起來不錯耶 資訊會議 今天主獎人是陶文 他是我們的董事顧問 跳過我們的會議我們今天直接來吃早餐了 沐萱早餐 看起來還不錯喔 火腿 哇 高檔的呢 起司 生菜 沙拉 各種水果 熟食區 日式馬鈴薯 跟南瓜 那是看起來像是麵 稀飯類的 我連飲料冷飲熱飲都有 這樣開的嗎 不是啦是這樣開啦 太晚來了東西快被拿光 喔這是什麼 鵝肝木絲啊 天然蜂巢蜜 來我們請小幫手來幫忙一下 不太好切 可以了 看我肚子又餓了 超大片的啦 一隻啊 一隻啊 喔 哇 好讚 我還要 再一片 這個蜂巢蜜 它上面會有那個辣 在吃的時候呢 記得把那個辣給土出來 那個辣不太能吃喔 當然可以配這個牛奶或是 水 對 來做蜂蜜水 好啦這是我的早餐啊 早餐自然養生喔 我覺得這個BMI會議真的蠻不錯的 可以認識到各行各業的精英 今天呢遇到了一個攝影師他做 他專門做這個人像攝影 然後他也接過很多model 很多明星 很多小魔 然後還包括這群人 然後他的攝影棚也是非常的專業 然後他還有攝影的劇組做動態 動態 動態商業攝影的部分 然後還有做窗簾的 做五金的 做 文媒的 還有做豪宅的房仲 然後還有一個 蕭有名氣的風水師 他也常常上節目 還有出過書 還有網路上面也有他的相關的資訊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個BMI還不錯 如果你有參加過BMI呢歡迎在底下下方留言給我 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呢也歡迎留言給我喔 然後大概是這樣子喔 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歡更多影片呢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 先這樣囉 各位拜拜